因為現在土地是很困難,周圍都是發展 你要找一個好的地方不是那麼容易 是很困難,如果你真的找一個成立,做眾生技的職 等於韓國要找一個地方遷都那麼困難 因為你如果找到比較近發展區 比如珠三角附近,你今年做得很好 明年就沒有,推就沒有 因此要花很長時間 一通山跑來跑去 那你需要買地嗎? 當時也要付出多少 現在你知,我們有些國內的地 老百姓知道你做的事都要拿錢 因為師傅你親身經歷,我覺得脆味性非常高 我想請教,眾生機有限期是多久? 即是否都直至到那個人士是離開那一刻? 沒有限期的,有離開那一刻的事都可以 即是你的DNA放進去,就不需要重新起來 至於那裏附近沒有破壞它 沒有人破壞你的東西,你就不需要理會它 當然破壞它會影響你自己 因此是這麼困難,找個地 你要找一個比較深山的 可以說幾十年來都不會發展的地方才能夠做下去 是的,那就糟糕了 可能遲些再發展 你知道吧,我是中國發展得這麼高速 遲些要去馬遜森林找 那不是,我們現在國內很多比較深的地方 那些山區還有一段時間才發展到 是吧? 珠三角發展到很快 都一定要找到一個比較深山的地方 還要計算過是 最少有幾十年都沒有發展的才能做的 好了,那今集的時間 我覺得我可以暫時問到這裏 眾生機始終這個話題 我覺得都非常之有趣 是 下一集我反過來想問師傅 新一年有一個新的希望 是 很多人可能會在工作上有一個新的目標 有些人他想就是 我不生氣了,下年我創業 在這個話題上我覺得 我一定要請教師傅 在玄學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好啊 好,那我們今集的時間到 我們多謝麥榮耀師傅 好,拜拜